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种种迹象 都证明了沈彦卿夫妇的目的不单纯 三哥 你还把她当成三嫂吗 下午好 盛小姐 下午好 这两张唱片 我已经反复听了好多遍了 想混合花样 盛小姐想听什么样的曲子呢 有没有贝多芬的小提琴独奏曲版春 只有协奏曲版的您看行吗 也行 稍后给您送过去 那就麻烦您了 慢走 那位 那位 有事他你家带着挺好的事 好 慢走 等好 等 伙计 你可以下班了 是 老板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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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进 先生 怎么样了 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是从韩军传递的消息来看 这个顾教授应该是关键 但是是敌是友还无法分辨 这样 阿良 你带一个兄弟去地质研究所 盯住这个顾教授 有什么情况 见及及时 好 去吧 地质研究所 三哥 这是圣寒军跟前台界的 贝多芬的春 真厉害啊 这圣小姐一点也不简单 三哥 她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现在种种迹象 都证明了沈彦卿夫妇的目的不单纯 三哥 你还把她当成三嫂吗 不管圣寒军和沈大哥背后有什么目的 我们都要加强顾教授那边的安防 好 好 之前是为了不引人耳目 所以我只派了两个警卫 我会加强人手的 而是会儿 美国 究竟是什么人 能在我们这么周密的部署下 还能把人救下来 三天前外务省情报科发来一封密电 乘有一个代号叫候鸟的中共地下党高层 已经秘密地潜入了北京 中共候鸟 是时候启动铜雀了 可以 经过查证 顾教授办公室的药被人调包了 凶手是日暑外科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 股东中还有大和商会 基本可以确定是日本人干的 顾教授在地势界德高望重 还培养了一批后期之凶 竟走数字下场 这个左腾真不是东西 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 简直毫无底线啊 三哥 那接下来如何进行 把这个交到评审会 作为评审参考资料 不过想想还真是危险 咱们差点拿不到这份报告 咱们真得感谢那个暗中救顾教授的人 三哥 你说会是谁啊 难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盛小姐的同伴救了的 如果真的是他们干的 那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日本人 但他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势力 我们还不清楚 现在这关键时刻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好啊 好啊 重大新闻 旅大警察厅行动队副队长何周易 被刺身亡 停一下 好啊 好啊 小朋友 好 来份报纸 来 谢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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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新闻 谁啊 谁 谁 请问您找谁 我找 丁先生 死诚 勇哥 你可回来了 来 快醒悟 快醒悟 子政啊 这回刺杀叛徒何忠义的任务 你辛苦了 我来好好休息几天 谢谢 子政 有件事呢 我想有必要告诉你 什么事 但是我说了你可别激动 是关于北新港锦标 时报主编是延青的太太 大报报报 北新港口竞标 时报主编 今日入选的八家公司 在复议之后 我们会经评审团评审 给出最终的决定 好啊 其实啊 不管谁入选了 只要能够繁荣经济 本着 对北新造福的 这个宗旨就行了 可我怎么听说 最近各派联合起来 要求和南京政府谈判 准备共同抵制裁军 如果真要是 萧全裁军的话 这自治就是名存实亡 你好好想想 各地的大小司令们 哪个会心甘情愿 万一中央政府 来硬得怎么办 我们此前改齐一致 选择相信总司令 为的就是保北新平安 这万一再打起来 所谓的全国统一 不就成笑话了 你不要想得太极端 只要有机会 坐下来 互相商谈 就有和平的希望 但愿如此啊 司令 司令 这外边风大 站久了 得披件衣服 我呀 没什么事 就跟这个北辰小聊一会儿 好好好 老三刚回来 你就拉着他聊军务 来 老三 外面待了半个月 饮食肯定也不精细 把这花椒鸡汤喝了 谢谢请 司令 你也喝一重 对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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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去什么薛 薛太太那边打牌去吗 怎么还没走啊 别提了 是薛太太约的我 刚刚临时来电话说 要陪他家那位去应酬 什么人呢 面这么大 牌都不打了 说是欧洲游记 作者团的人 对了 说那个带队的老师 是圣保罗女校的教师 听说教过很多贵族女子呢 来 趁热喝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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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趁热喝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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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不用尽量的